我嫖了还得给她钱 我嫖了你们 你们还得给我挣钱 这时的燕妮怎么也没想到 口口声声说爱自己的男友 月子里无微不至关怀自己的男友 竟然是一个专门让女大学生给她生孩子 然后送给有钱人家收养的人渣 而燕妮因为和孩子分别落下病根 经常肚子疼倒至晕倒 沐浴就悉心的照顾她 一副完美男友的样子 这天燕妮正在工作 一个叫方方的女孩找了过来 她说自己是沐浴的女友 她不会和你结婚的 你说收拾东西走吧 燕妮有些不敢置信 但她却有预感这是真的 凭借着女人的直觉 她跑回家翻箱倒柜 找到了几十张收养协议 这一刻她证实了心中的猜想 原来沐浴一直都在骗她 得知真相的燕妮瘫倒在地 当沐浴回家后 燕妮开始质问她 说出了一长串女人的名字 沐浴见此不再伪装 我不在这的时候 都在方方中 她比你年轻 没生过孩子 比你棒 我一直等着你自己孤单 可能就是乱什么 绝望之下燕妮来到五金店 买了把锋利的菜刀 想要和沐浴同归于尽 谁知沐浴一眼看穿了她的想法 我知道 你还恨我 你知道我恨吗 不知道 所以啊 你明明要跟我同归于尽 那样子说的太惨了 把刀放下吧 这话让燕妮愣住了 沐浴虽然毁了她的希望 但自己还有美好的未来 沐浴不值得让她陪上自己 没多久方方来到店里 你找我有事吗 沐浴是回到你这来了吗 谁是沐浴 我们吵架了 她就走了 离开她 我怎么办呢 燕妮没有说话 她知道方方听不进去 几个月后 燕妮路过地下室 看到方方挺着大肚子 她好像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为了防止沐浴继续出来害人 她把自己的精力公之于众 告诫所有的女孩子要自尊自爱 影片到此结束 感谢观看